男孩被囚禁十年 今天是他被卖给老头的日子 他拼命逃跑 不曾想去歪打正着逃到了自己的满家手里 真是过河碰上百度的太巧了 男孩名叫阿秀 从小就是个美人胚子 五岁那年就因长得太好看 被坏人给盯上 妈妈不得已把他送进福利院 叮嘱他一定要小心红眼睛的男人 哪知坏人实力太强 才没几天男孩就被抓住病关了起来 这一关就是十年 今天就是他被卖给八十岁老头的日子 听着门外的乌言会语 男孩决定不再坐以待毙 他穿好衣服 戴上玩具 趁着看那些坏人不注意 顺着阳台的楼梯慢慢往下爬 然而还是很快就被发现了 坏人们软身诱哄男孩爬上去 你们这些骗子 我才不会上当 这时 下面的坏人也追了上来 眼看无路可走 男孩心疑狠 直接跳了下去 顾不得腿上刺骨专心的疼痛 他踉跌着爬起身 撒鸭子就跑 很快就逃到大街上 就在男孩体力不知时 前面突然停下一辆小轿车 男孩想也不想 直接拉开车门钻了进去 一边死死抓住车把手 一边恳求驾驶座的大叔救救他 眼看坏人已经追上来 无端拍打着车窗 男孩急得眼泪都出来了 求求你 快开车 要是被他们抓到 我就完了 车上的男子看了眼 男孩肩膀的图案 嘴角扬起邪魅的弧度 这才发动车子扬长而去 见坏人们被甩开 男孩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他成功了 男孩一边擦眼泪 他们都是一虎的 我想先跟在大叔你身边 他觉得大叔是个好人 便安心地躺下休息 没一会就睡着了 健壮大叔嘴角扬起 还真是单纯啊 他打了个电话 表示东西已经拿到手 并斥责那些人办事不利 不仅连个人都看不住 还弄损伤了 既然如此 他就没必要比父亲出更多的价钱 男人红字的眼里满是算计 随后他将车子停在路边 脱下外套给男孩披上 既然你主动送上门了 那就跟我回家吧 男孩被老头囚禁生孩子 就在他被开包的当天 他鼓起勇气逃跑 不成想尽歪打正着 落入了老头儿子手 还真是刚出龙潭又入骨穴 也太惨了 男人把男孩带回家 找来医生给他包扎伤口 这可是他花了大价钱 要送给那个挑剔的老头 可千万要好好照看 直到隔天中 男孩都还没醒来 医生解释 是因为男孩已经好几天没睡觉 加上长期营养不好导致的 奇怪的是 之前分明有给他开过营养剂和睡眠药 可他的体内几乎没有任何药物成分 估计是假装吃掉又妥 看来这小东西全靠意志力在撑啊 男人走到床边 捕身贴近男孩的耳朵不断叫唬 阿秀啊 起来吧 终于男孩阴明着睁开双眼 看到上方红眼睛的男人 他吓得坐起 身体止不住地颤抖 他不是坐上车逃跑了吗 难道是失败了 男孩边后退 边质问男人你是谁 他可是我们大名鼎鼎的白语代表 一旁的侍女笑着解释 闻言男孩一脸猛 他哪里知道是谁啊 你看我像是你的白马王子吗 男人眼里满是笑意 伸手帮男孩把衣服穿好 别放开 你这个肮脏的眼珠子 白语红色的眼里闪过一丝狠 男孩害怕得浑身颤抖 可下一秒 男人就松开手 笑着疑难道 是啊 为什么偏偏是红眼睛呢 看着男人离开的背影 男孩心有余悸 难道这次他真的在接南逃吗 能把他囚禁十年的人 分明就是个恶魔 可当这个恶魔真的出现在他面前 他却又感到十分空虚 为了不给老头生孩子 男孩拼命逃跑 就在他以为成功时 睁眼却发现 做了自己的好心人 竟是妈妈口中会吞噬心脏的红眼怪物 男孩害怕得瑟瑟发抖 他终究还是逃不掉吗 男孩迫切地想离开这个土匪窝 可却有一大帮人成天看着他 而此时 某阴暗的房间内 一满脸皱纹的红眼老头 正暴跳如雷 那个混账东西 竟敢抢走我养了十年的小宠物 别以为他能力出众 我就不敢动他 姓白不是只有他一个 老头擦拭着手中的宝剑 眼里满是杀影 听到手下描述老头气急败坏的样子 男人只觉得浑身畅快 终于能让到那个老头吃瘪了 老头 也就是他的父亲 虽然已是高高在上的会长 却一直执着于自己未曾拥有过的东西 从小老头就不待见他 更是将他视为人生的屋顶 现在他也要让他常常痛失所爱的滋味 男人吩咐手下盯着老头的一举一动 随后打开秀琳的房门 也不知道这位公主殿下吃饭没 得知秀琳一整天都不吃东西 男人眼神一冷 你现在是打算把自己饿死吗 随便将手中的娃娃甩向男孩 秀珍啊 男孩紧张地抱紧娃娃 扭头傲娇道 用不着你管 不吃饭 那我就把你的娃娃丢掉 秀琳觉得他就是个恶魔 一个绑架犯少在这里假惊惊 把我囚禁这么久 你这是在犯罪 这话让男人觉得委屈 这是他父亲干的 又不是他 而且他为了男孩损失了几十亿 想想就觉得火大 男孩刚逃脱老头的牢笼 却又掉进了老头儿子的魔爪里 为了能离开 他不止绝食反抗 还想和老头儿子滚一架 求你放我离开好吗 文言男人扑刺一笑 你可是我花了几十亿得来的 怎么可能让你离开 那你给我换个安静的地方 这里人太多 我害怕 男人想也不想就拒绝了 谁知道你又会跑到哪里去 毕竟你逃跑的战绩 可不是一般的辉煌 秀玲很生气 反正我不管 是给我换个清静点的地方 还是让我饿死在这里 你选吧 面对危险 男人毫不在意地表示 我是不会让你离开这里 更不会让你死的 男人用手指搓了搓秀玲的胸膛 在他耳边低语道 因为你这条命是我的 哪知这话让秀玲误会了 觉得男人和那些流氓都是一样的 想要的都只是他这具身体罢了 秀玲握紧了拳头 自食下了很大的决心 他猛地拉住男人 你不就是想跟我打字巴吗 我答应你 只要你能让我离开 来吧 秀玲豁出去了 闻言男人面色潮红 你吃错药了吧 忽然发什么神经 秀玲怒斥 你们关了我十年 不就是为了做那些恶心的事吗 男人震惊 质问秀玲知不知道打字巴是什么 我当然知道 不就是酱酱酿酿 秀玲详细描述了整个流程 这了如指掌的程度 让男人直接傻眼 立马吩咐助理 去找那群家伙算账 看他们到底教孩子学了些什么 秀玲表示 他已经二十岁了 那些东西不用学也知道 这一话竟让男人无言以对 他按住秀玲的肩膀 笑着表示 我是不会放你离开这里的 要是你那么渴望跟我打刺巴 我也可以满足你 但前提是你要吃胖年 我喜欢有肉感的 说吧将勺子放进秀玲手中 看着被关上的大门 秀玲默默地说了一种植物 男孩刚逃脱遭老头子的牢笼 却又掉入老头儿子的魔爪里 为了能离开 男孩以身为耳 提出和男人打刺巴 乃至男人既以他太小为又拒绝了 回到房间后 男人忍不住扶鹅感叹 小家伙的花样还真多 不过想想也对 现在的他 早已不是当初那个七岁的小鬼头了 原来两人早在十三年前就曾见过 那时男人二十二岁 秀玲七岁 为了不让老头找到秀玲 男人妈妈提议将秀玲交给他保护 可秀玲妈妈却犹豫不决 毕竟女人是老头的妻子 她不知道该不该信 趁着两位母亲在屋里谈话 两人在外面玩得不易悦乎 当时他觉得秀玲圆乎乎的 像只小狗一样可爱 秀玲还夸他好帅 像电视里走出来的 可后来 秀玲和他母亲就都不见了 妈妈叮嘱他 一定要在老头动手前 找到秀玲并保护他 现在小家伙找到了 可他竟把自己当坏人 还打算用身体交换自由 想到秀玲可能对别人也用过这种 男人心里就很不舒服 这时管家给他送来秀玲的证件 并表示自己明天想请假去医院 将脸上的伤疤去掉 要知道那个小家伙 似乎很害怕自己 每次看到他都不敢靠近 这让他有些许受伤 随后他问男人 是不是不打算将小家伙交出去了 不管怎样 他都不愿看到他们父子两脑的太僵 凡事要留有余地 男人无所谓的耸耸肩 他就是要那个糟老头子生气 而且东西握在自己手里越久 才越有可能变成自己的 管家叮嘱男人务必一切小心 他不希望有人在这个过程中受到伤害 而此时秀玲却进入了一杆期 身体不断发热 凡男还是可以生孩子的比例杀人 便从小就被遭老子囚禁起来 这十年里 他想方设法逃走 但每次都会像宁小鸡一样被抓回去 哪怕他无数次向周围人求救 也只是会被当成疯子 回忆冷漠的观望 就这样 他带着累累伤痕回到了冰冷的牢笼 顺便洗涤一对饮水拖 他本以为自己会交代在这肮脏不堪的底 直到一个好心大叔回应了他的求助 不曾想大叔才是那罪恶的来源 此刻 男孩进入了一杆期的症状 身体不断发热流汗 很快衣服就被打湿了 就在仆人想给男孩换衣服时 却被男人一把拿过 并将他们赶了出去 不曾想又被秀玲误会 无端拍打着男人的大手 你快放开我 怎么 昨天你不是说要陷进自己吗 现在知道怕了 见秀玲一副快哭的模样 男人解释自己只是想帮他换掉湿衣服 闻言 秀玲不再反了 在看到秀玲干瘤如柴的身体时 男人心生疑虑 那些人拿了十年的劳务费 难道没有好好照你吗 怎样说成这样 听到那些人 秀玲身体止不住地颤抖 随即一把哭进男人怀里祈求道 求你别把我交给那些人 我不想再被关在那又脏又臭的地方 求你 见状 男人十分心疼 他不知道男孩这十年来 到底受了怎样的折磨 才会怕成这样 想到这 他红色的眼里涌出一副杀意 隔天 男人准备带秀玲去医院检查身体 秀玲闻着衣服上好闻的味道 感慨好久都没这么想过了 突然 手上多了一副银手朵 男人解释 这是为了防止 他中途跳车逃跑 伤到自己 这让秀玲很不满 你这个绑架犯 才应该带这个东西 文言男人微微一笑 我就喜欢你这么刻薄 我们就这样出发吧 他是男人 却拥有可以怀孕的宝宝藏 这导致许多不怀好意的人 都盯上了他 而这次秀玲发热 也是因为他特殊的身体构造 检查很快完成 看着安静玩游戏的秀玲 他知道无论他怎么 向周围人求助呐喊 也都无济于事 他们只当他是疯狗 冷漠无视他 医生指着秀玲骨骼照片道 腿上的摔伤不是很严重 休息个两三周就能养好 另外脚踝处的旧伤 是反复受伤又愈合的 大概是被脚铐等金属物 长期束缚造成的 并且医生还发现 秀玲有点心理上的问题 总爱自言自语 你确定 他是以利沙人对吗 男人很肯定 因为以利沙人 都有着一张 雌雄莫变的绝美脸庞 闪闪发光的金发 如血一般的肌肤 还有身体上特别的标志 以及可以生宰宰的宝宝仓 这些秀玲通通都具备 相传只要和以利沙人 孕育子嗣 便可拥有无穷无尽的财富 然而 这对以利沙人来说 却是毁灭性的诅咒 他们被荡成了 一次性的生育工具 甚至有些男性 以利沙人生娃后 就沦为了实验室的研究对象 为了揭露家族的丑恶嘴脸 男人母亲伪装成以利沙人 和父亲结了婚 而当母亲谎言被拆穿时 父亲暴跳如雷 连带着对自己也满是嫌弃 每当事业上有一丁点不顺心 他就会将这一切 都归咎于家族里 没有以利沙人 为此 他不惜代价寻找以利沙人 医生很是八卦问男人 和秀玲打字巴没 男人很羞耻 你疯了吗 谁要跟那种小孩子打字巴啊 我又不是饿了 什么都吃得下 你身上好歹留着 白氏一族的血液 难道就没想过吗 怎么可能 他才不相信那些 虚无缥缈的传言 更不会像老头子那么恶心 他是男性 却可以生孩子 只因他是以利沙人 拥有两个宝宝仓 相传只要和以利沙人 孕育子嗣 便有数不尽的荣华富贵 因此不少族人 沦为了生孩子的工具 甚至是被送进实验室研究 就连秀玲小小年纪 也被抓起来囚禁了十年 好在他逃了出来 检查完毕后 两人回到车上 白氏立马握紧秀玲的小手 你又干嘛 秀玲宛如炸了毛的小野猫 男人淡淡地回答 这是手铐 你别想着跳下去 随即用力将秀玲的手 拉进怀中 并体贴地让他累了 可以闭眼眯一会 我是疯了吗 哪有人在绑架犯身边 能睡着的 然而不到五分钟 秀玲就已进入梦乡 男人忍不住身手触凭 秀玲肉乎乎的脸颊 胆开他睡着的样子 还是像小时候一样可爱 那时秀玲才七岁 而自己已经二十二 他总是奶生奶气地 喊自己叔叔 还夸他又帅又厉害 他们用狗尾巴草 编成戒指送给对方 并许下了 要永远在一起的承诺 如今时光忍难 物是人非 他知道这些年 秀玲吃了很多苦 这一次 他断不会再打完给老头 几天后 秀玲照常称重 虽然体重有增加了一点 但医生说 还没达到平均水平 这让秀玲很无恼 他就是怎么也吃不胖 白鱼给秀玲带了块蛋糕 让他吃完后 跟他一起逛院子 秀玲很开心 大口大口的炫 白鱼体贴的地上果知道 你现在身体干巴巴的 没肉我不喜欢 要是无聊的话 就多想想怎么取悦我 这话瞬间让秀玲炸毛 我才不要呢 而且我很厉害 你可别吓到了 文言男人扑子一笑 是吗 那我倒是很期待了 男孩是拥有 怀孕体质的大美人 为了不和老头生孩子 他提出和老头儿子鬼一家 此刻两人 男人正在院子里散布消失 因为脚疼 秀玲一直贴着男人走 这让男人觉得麻烦 脚疼就乖乖待房里 到处瞎跑干什么 这话成功让秀玲炸毛 难道我就该什么都不做 等着被你卖给臭老头吗 只要有机会 我还是会逃跑的 男人无奈道 我是不可能放你走的 毕竟在你身上 我可是花了大价钱的 这话让秀玲更气了 怒骂男人 就是个唯利是图的坏蛋 是是是 那你就好好扶着 我这个坏蛋别摔了 男人抓着秀玲的小手 满眼宠溺 见状秀玲立马有了主意 他问男人 是不是想跟他打瓷巴 男人一愣 你这话是从哪里听来的 秀玲抱紧男人的胳膊得意的 让我说对了吧 你明明就是 男人并不否认 你说是就是了 虽然不知道我的大幕 棍愿不愿意 文言秀玲停住脚步 提议现在可以先试着贴贴看 男人没想到秀玲胆子这么大 你要是再胡说 我就不管你直接走了 可秀玲还是不死心 飞缠着男人 问有没有跟其他人试过 随后更是点起脚尖 付诸行动 这可把男人吓坏了 连忙甩开秀玲 巧克力的滋味 让他有些意犹未尽 他强装镇定道 我说过 你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秀玲气得牙痒牙 要不是怕被卖给老头 他才不会出此下子 于是他怒斥男人 不要太自恋了 就你这样的 我还看不上你呢 再说那些家伙 可是交罗 听到这话 男人急了 一把抓住秀玲 说 那些人到底都教了你些什么 秀玲紧张地说不出话来 想溜走却被男人摁住 快给我老实交代 鞭儿 这个男孩也太惨了 小小年纪 就被糟老头囚禁起来生孩子 每天活在水生活中 自从他身上 出现了奇怪的图腾后 那群猪头就以监视他为由 频繁来他房间 就连晚上睡觉的时候 也会突然闯进来 说一些污染他耳朵的垃圾话 直到某天 一猪头竟然找借口 对他动手动静 他气不过 直接用叉子教训了那男人 后来他们就开始为他吃各种药 让他每天都犯困无力 甚至记忆也越来越模糊 文言 男人十分心疼 绝对要给那群没良心的家伙一点教训 几天后 秀玲称体重又胖了两公斤 侍女阿春非常高兴 又开始疯狂投胃 可秀玲却兴致所然 这几天 他都是自己一个人吃晚饭 那个白鱼每天都工作到很晚才回来 而且他就是个妥妥的钱串子 整天只会说钱钱钱 想到这 秀玲有点生气 这时阿春说 代表白天就已经回来了 真的吗 那他现在人在哪 阿春思索了片刻 应该在书房里吧 文文秀玲马不停蹄地奔向书房 冲着男人喊 白鱼啊 我胖了 男人连忙站起身 你来这干什么 谁告诉你我在这的 秀玲得意地向他展示自己手臂上的小肉肉 丝毫没注意到男人慌张的神色 给我出去 男人生气地将秀玲拉到外面 关上门怒吼道 你不好好待着 瞎跑什么呀 不是你说 我在家里可以随意走动吗 我可没说你能走到这里来 这话让秀玲很生气 你又不是我的主人 凭什么都要按你说的做 男人用力握紧秀玲的手腕大声咆哮 我连护栏都给你拆了 你到底还有什么不满足的 难道你就那么难以忍受吗 秀玲如受惊的小鹿瑟瑟发抖 这段时间他过得实在太安逸 差点就忘了这个男人是个绑架犯 他对自己的好根本就不是真心的 秀玲告诉自己 不要被那些微不足道的关心给驯服了 于是他冲着男人大喊 你给我听好了 我不是那种可以任你随意摆布的木偶 戚一时爽 追击火葬场 上级说道 男人对于秀玲的出现大发雷霆 而他发火 是因为当时他正和糟老头谈判 他不想秀玲被糟老头看见 原来你把他藏在自己裤兜里 怎么 是打算自己上吗 老头的话里满是嘲讽 白宇奉劝他不要相信那些荒谬的传言 什么和以丽莎人生孩子 就会拥有至高无上的力量 全都是毫无根据的笑话 然而老头子非但不听 还出言辱骂白宇的母亲 这让白宇很生气 拿起文件就丢到老头面前 如果您无法满足我的条件 那我就不可能把秀玲叫给你 就这样 父子俩爆发了激烈的争吵 男人毫不客气地下达逐克令 而此时秀玲正在院子里生闷气 忽然 一群猫咪跑了出来 真可爱呢 你们是一家人吗 秀玲一边逗猫 一边伤感自己无家可归 其实和以前的狗窝相比 这里可以算是天堂了 有暖和松软的大床 有好吃的东西 每一个人也都很善良 就连空气也是香的 然而他明白 这些只不过是净花水月而已 说不定明天他就会被卖给臭老头 看着手上的红痕 秀玲怒斥白宇就是个妥妥垃圾 不仅把他弄疼了 还把他当成一件商品来对待 要不我现在就逃走吧 正当他要起身时 小猫们先一步逃之夭夭 这让秀玲很受挫 你们这群叛徒 和这个家的主人一样没教养 看着他们一家几口温馨的画面 秀玲感慨自己活得 静不如一只猫 突然白鱼冷不丁地出现 并告诉他 有家人在身边不一定是好的 你是阿飘吗 怎么连脚步伤都没有 是你太迟钝了 男人潇洒地坐下 这让秀玲很不满 妈 你是怕我逃跑才来找我的 放心 我才不会出去 秀玲倔着小嘴 像只炸毛的小野猫 男人有些无奈 根本就用不着他找 下人们早就盯着秀玲的一举一动 就连秀玲自言自语骂的那些脏话 他也知道一清二楚 要我帮你找一条你母亲吗 真的吗 能找到吗 男人点点头说 只要他还活着就可以 文言秀玲很激动 祈求男人帮忙找一下他母亲 他可以用仅有的身体回报他 说吧立马付诸行动 被老头伤孩子 男孩提出和老头儿子高歌聊亮一句 男人刚想拒绝 不料秀玲就已主动出击 用这个报答你不行吗 相信我可以让你满意的 男人思索了片刻 决定放弃抵抗 毕竟小孩都这样了 自己怎么能不安慰他呢 于是他立马脱掉爱事的外套 见状秀玲反而不好意思了 然而见在弦上 不得不发 一阵阵动人的旋律后 不远处突来传来保镖们的呼喊声 秀玲下的一击灵 怎么办 他们好像朝这边来了 男人无所谓的怂怂间 见状秀玲连忙抓起衣服 仓皇逃跑 临走前 还不忘吩咐男人下次继续 看着秀玲落荒而逃的模样 男人有些傲慢 他怎么可以用大辣椒 安慰一个小屁孩 这下没脸见人了 不过话说回来 要不是他那样扑过来的话 他的手也不会像是被什么控制了一样 迫不及待地寻找突破口 难道他终究会成为老头子一样的人吗 男人一边告诫自己清醒点 秀玲还只是个孩子 可看着翘首已盼的大辣椒 他又后悔自己没有进行道理 这时电话响起 是保镖们打来关心秀玲的情况 男人对于他们刚打断他好事的行为 感到很无语 表示秀玲已经被他安慰好回去了 挂断电话的他不想再压抑自己 于是立马打电话 吩咐管家安静将那女人叫来 他要行使滚嫁协议 男人也太傻了 送到嘴里的肉不吃 竟然还去点外卖 二个小时后 管家将一女人送出门口 见状侍女阿春有些疑惑 怎么今天结束得这么早 平常都是隔天早上才走的 这时秀玲走了过来 顺着她的视线望去 立马看到了一个陌生女人 那人是谁 阿春说只是代表了一个客人罢了 秀玲并不相信 哪有普通客人会待这么晚呢 所以她是不是白羽的女人 然而阿春不仅没回答 还借着帮她包扎伤口转移话题 这让秀玲很不满 你不说我今天就不睡了 没办法 阿春只能老实交代 原来那人竟是白羽的伴侣 单纯的如一张白纸的秀玲 根本不明白伴侣的含义 阿春解释就是契约合作关系 自从代表接手集团后 就一直忙于工作 没有时间约会谈恋爱 所以就只能以这种方式解决 那不谈恋爱不就行了吗 瞧你这话说的 代表也是有需求的 况且放着那样俊美的外表 不是抱点天物吗 阿春满眼崇拜和惋惜 而知道真相的秀玲 却气得牙痒痒 认为白羽就是因为这个 才一直拒绝她 隔天一大早 白羽就在草地上挥洒汗水 妈爷这也太帅了 好兄弟根本无法招架 忙问男人是不是近来压力太大了 压力两次立马让男人 想到昨晚的画面 她火急火燎地喊来 合作伙伴吃辣椒 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 可她的辣椒却突然淹了 看来你近来压力很大呀 女人嘴角挂着玩味的笑容 表示要是过度劳累 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所以你还是不要勉强自己了 这让男人尴尬地想死 直接整夜未睡到天明 代表朋友的呼唤 打断了男人的回应 他只能战术性喝水 来掩饰自己的尴尬 病囊囊着我 根本就没有压力这种东西 果然全身上下救赎嘴 这狗男人前一秒 才调戏完老婆 后一秒就敢去找别的女人了 然而这次的发展 却是事与愿违了 自打秀琳知道他俩的关系后 就变得异常的愤怒 而这愤怒之下 仿佛还隐藏着一层斗志 白语庆其实并非是什么 色令置昏的人 可她现在面对秀琳 却越来越难控制住自己了 少爷宁定制的追踪项链 已经拿到了 相比于其他追踪设备 她的误差极小 只不过秀琳戴不戴 就是另一回事了 你放心 这是我自有办法 我们小宝贝 本在桌前安安静静地 吃着早餐 白语庆却突然走过来 给她戴上了一条项链 你最近都有乖乖吃饭 这是给你的奖励 你仔细看 这是一条独属于你的项链 白语庆一边说着 还一边拿起项链贴近秀琳 很快我们小宝贝 便注意到了上面刻着的东西 但是她的阿贝贝小小白 白语庆见秀琳 不再对项链产生抗拒 那是满脸得意地 去收取了刚刚打赎的定金 随后又贴心地问到秀琳 你今天有什么安排吗 听见她的询问 小宝贝则露出了满脸疑惑的表情 我的意思是 如果你有什么想做的 就和管家他们说 真的吗 我现在就有想做的事情 就是你能不能做我男朋友 尽管这男人是有一些自制力的 可耐不住 他老婆是个爱打直球的大美人 自打秀琳知道白语庆 和那女人的关系之后 便铁了心要将她给追到手 这次更是直白地说道 我想你做我男朋友 这是绝对不可能 你还是想想别的吧 为什么不行 那女的还不一定有我好 而且你之前不还说过我是你的吗 那你也是我的 反正你不许再找别人了 秀琳这一番话下来 给我们白语庆都被整不会了 只好当缩头乌龟原地跑路了 白语庆去哪 你还没答应我了 白语庆这一走 就直到大半夜才回来 鬼知道她为了躲开秀琳 做了多少莫须有的工作 结果她洗完澡一出来 就看见了我们的秀琳 你不回自己房间 跑我这干什么 看来我们小宝贝 这是打算用美人计了 都是男人 难道你怕我对你做什么 这可说不准 谁知道你在想些什么 劝你在我好说话的时候 现在最好是赶紧回去 听见白语庆这样说 秀琳瞬间就有了逆反心理 于是她便一个箭步贴了上去 只不过很快 她便被人给丢了出去 白语庆本以为赶走了秀琳 就一切万事大吉 怎料一起床就发现 有人躺在自己被窝里 她正想着 秀琳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助理却突然进来 叫她吃早餐去 看来这次她的明节 怕是被毁了的彻底 我们这么好看的小宝贝 表白悲剧就断了 表白对象居然还想着 和别人结婚呢 小宝贝只好使用一些 特殊手段了 而我们白语庆 也不是真的不喜欢秀琳 只不过秀琳如今才20岁 白语庆不想她以后 会为现在的决定后悔 更何况当年 若不是无理事 为了保全自己和母亲 秀琳也不会因此 被送到自己的魔鬼父亲那里 白语庆深知自己罪孽深重 便更不敢靠近秀琳 她一直努力克制着自己的爱意 怎料一开门人 就躺进了自己被窝里 秀琳醒醒 不要在这里睡 跟我现在好多话 赶紧回自己房间 听见白语庆这样说 秀琳只是哼哼唧唧地 说了句不要 随后还对白语庆 做出了挑衅 秀琳 你干嘛非要和我捆绑在一起 因为我已经知道了 自己血统的特殊 我也知道会有很多人 会想方设法地得到我 所以呢 这不是你非得 和我在一起的理由 可是我希望得到 我的那个人是你 够了 你别再说了 难道我拒绝的还不清楚吗 这一切都是事实 为什么我不能说 就算如此 那这人也不一定非得是我 我的生活已经糟糕至极了 而你是我最好的选择 你不是说过 你和你父亲不一样吗 那你证明给我看 白语庆虽然嘴上强硬 可她却拒绝不了哭泣的秀琳 小宝贝这哭着 也要让她和自己在一起的模样 看得白语庆根本舍不得不答应 这下我们小宝贝 是要被彻底视感抹尽了 有的人昨天才吼到 你干嘛非要和我绑在一起 今天就舔着脸说道 老婆昨晚说我太过了 对不起 这不做人的模样 就连家庭医生都看不下去 白语庆一起来旁边 就已经没了老婆的身影 只好去客厅寻找秀琳的踪迹 怎料老婆不仅带藕布 身上还沾染了一点血迹 秀琳这模样 属实给白语庆下的不轻 怎么了 她脸色怎么如此苍白 白语庆 我不想看到鱼 一快把她拿走 听见这话白语庆连忙叫人 将地上的残渣倾走 随后又从心理医生那了解到 秀琳之所以会有这么大的反应 极有可能是在之前换上了PTSD 毕竟她当年被关的地方 就在一个水产市场旁边 与被拿走后 秀琳的情绪明显稳定了 普庆给她换完衣服 正准备让她重新就餐 白语庆却突然说道 你们先下去吧 她交给我来负责 白语庆不想劳累了一晚上的老婆 今早还得挨饿 便自己动手给秀琳做小甜品 你别说这橙色看起来还真是不错 给我们小宝贝都看得食欲大增了 慢点吃 别噎着自己了 有没有觉得身上有哪里难受的 听见句话秀琳不想理她 只是愤恨地插了一把小蛋糕 读懂得白语庆立马就开始转移话题了 秀琳 你今天早上怎么起那么早 不多睡花了 因为我的阿贝贝秀珍还独自在我的房间 下次我要把她也带上一起去 白语庆已经快招架不住老婆的职修属性了 于是便主动说道要带秀琳去逛街 我们爸总买东西还就是不一样 动不动就直接来个包场 你别看着男人穿得朴实无滑像的老干部似的 可他对老婆出手那是十分的阔绰 买个衣服都得让助理包场了 白语庆带着老婆在街上那是逛得相当轻松 就是可怜了助理们却得拿着N个购物袋东奔西走 还有那几十个被迫跟着逛街的保镖 秀琳 这里人多 别离我太远了 还有你也不要想着趁机逃跑 谁要逃跑了 我才不会离开 秀琳正在前面走着 目光却被一个小孩给吸引住了 想吃冰淇淋吗 我给你买 听见白语庆这样说 秀琳只是乖乖点了下头 但在等待的过程中 她却有点想上厕所了 而厕所却在大楼的第三层 正当她打算独自前往时 保镖们却一下跟了上来 你们别跟着我了 我就去上个厕所 白语庆看出了老婆的不悦 便示意保镖不要跟上去 宝宝 你别乱跑 妈妈带你上厕所好不好 我是男子汉 我不要去女厕所 我要和这个哥哥一起去 对不起啊 孩子不懂事 你别在意 没关系 我带她去吧 看见小朋友都这么独立 不知道是戳到了白语庆哪根神经 她居然没有选择跟着秀琳上去 紧接着她就后悔了自己的决定 电梯突然停电秀琳被困在了里面 白语庆这下是慌得六神无主了 三两步就跑到秀琳所困的二楼了 秀琳 能听见吗 我马上把门打开 白语庆没听到秀琳的回应 只听到了小孩的哭声 秀琳健壮也只能将人抱怀里安慰 而也正因如此 她才陷入了一段痛苦的回忆 尽管她知道白语庆就在外边 可她的痛苦却丝毫没有减轻一点 她又想起了之前那段被关着的日子 那段不管她怎么逃都逃不掉的日子 不要 不要抓我 我不想回去 白语庆听见秀琳的哭声在外面下了一击铃 急得她拿锤子就想砸上去 最终经过大家的一致努力 这电梯门总算是开了 而重见光明的秀琳非但不开心 反而是一脸惊恐 助理先将小孩给抱了出来 随后便将手伸向了秀琳 我不走 你们别过来 没时间了秀琳 快点抓住我的手 你们让开 还是我来吧 听到白语庆的声音 秀琳总算停止了哭泣 秀琳 别哭了 我们回家好不好 听见回家二字 秀琳才缓缓伸出了自己的手 随后直接扑进了白语庆怀里 谁家老婆哭得这么楚楚可怜惹人疼啊 看着白语庆都忍不住家人搂怀里 因为惊吓过度 秀琳一直躺在她嘴上抽气着 而白语庆也纵容地将手拿给她握着 秀琳你没事吧 我们都很担心你 她没事 你去帮她准备一下换洗的衣物吧 白语庆虽然嘴上说着没事 可其实心里也有些不放心 这不秀琳洗个澡 她都要亲自送到浴室里 然而白语庆正准备离开 秀琳却突然抓着她喊道别走 还不等白语庆开口 花洒的水便喷了出来 当然了这都是我们小宝贝故意使得换 你别走 我一个人待在这儿害怕 听见秀琳这样说 白语庆眼神都变了 随后又装得若无其事地说道好 我陪你 洗完澡的秀琳感觉有些筋疲力尽 一碰到床便睡了过去 而白语庆则在一旁深刻地反思自己 我怎么会是这么差劲的人 助理听到这话那是一脸努力 毕竟她还不知道自家代表 已经和秀琳在一起了 这么晚了 他们叫我过去开什么会 与其说这是一个会议 倒不如说这是这群人 对秀琳的整体分析 而里面的头目 则是我们的白语庆 我决定终止之前 那个对秀琳的计划 毕竟那个无知小鬼出了事 谁都担不起 当务之急 还是给她报个班学习一下吧 我希望她敢于尝试新东西 但是小学文凭是不是有点过了 听见这话理事长 立马递过来一份简历 看来这是情敌要出现了 这男人一边说着我 对他没有爱意 一边又克制不住地吃醋吃到飞起 那眼神里都透着些许杀气 白语庆实在嫌弃老婆的小学文凭 于是便找了个男大给秀琳补习 只不过她没想到 居然会给自己招来个情敌 秀琳我给你找了个补习老师 最近你跟着她好好学习 你是个男人 要有胸襟 小学文凭肯定不行 胸襟吗 可是我没有那个 不是这个 反正你得去补习 听到白语庆这样说 秀琳一把抓住了她的手臂 随后又一脸认真的问道 那我能得到什么吗 白语庆本以为秀琳在谋划些什么 结果小宝贝的愿望 竟是得到一套校服 她真怕有一天 这小屁孩被人给拐跑了 看着这样活泼天真的秀琳 白语庆有些出神 旁边的助理却突然问道 代表你为什么要和秀琳签署那种协议 她长得好看 要不然还能因为什么 安排完秀琳的学习 白语庆第二天又带她去了心理咨询 白语庆 好久不见 最近还好吗 挺好的 和之前差不多 见他们这熟悉的模样 秀琳没忍住问到你们认识吗 心理咨询快开始了 语庆你先出去一下吧 这故意插开话题的模样 秀琳也察觉出了一些不对劲 你和白语庆之前是那种关系吗 为什么不回答我 被我猜中呢 我告诉你能有助于我了解你的情况吗 听见医生这样问 秀琳想也没想就点了点头 而外面等人的白语庆 正忙着质问 推荐自己过来的医生朋友 这些男友遇前男友的修罗长 也是被她碰上了 不是我说 你是不是故意整我呢 做完心理咨询的秀琳 显然更加郁闷了 和她回来学习 却更加的刻苦了 因为那人和自己说 白语庆喜欢高学历的 老师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 就是学到什么程度才算高学历啊 在我们国家考上sty就可以了 秀琳是有这方面的打算了吗 你放心 老师会竭尽全力帮你的 老师相信你一定可以实现这个目标的 听见老师这样说 秀琳都有些害羞了 而这一幕恰巧 被路过的白语庆给撞见了 这男人一边说着我对他没有爱意 一边又克制不住的吃醋吃到飞起 那眼神里都透着些许杀气 白语庆实在嫌弃老婆的小学文凭 于是便找了个男大给秀琳补习 只不过他没想到居然会给自己招来个情敌 秀琳我给你找了个补习老师 最近你跟着他好好学习 你是个男人 要有胸襟 小学文凭肯定不行 胸襟吗 可是我没有那个 不是这个 反正你得去补习 听到白语庆这样说 秀琳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臂 随后又一脸认真的问道 那我能得到什么吗 白语庆本以为秀琳在谋划些什么 最后小宝贝的愿望 竟是得到一套校服 他真怕有一天这小屁孩被人给拐跑了 看着这样活泼天真的秀琳 白语庆有些出神 旁边的助理却突然问道 代表你为什么要和秀琳签署那种协议 他长得好看 要不然还能因为什么 安排完秀琳的学习 白语庆第二天又带他去了心理咨询 白语庆 好久不见 最近还好吗 挺好的 可之前差不多 见他们这熟悉的模样 秀琳没忍住问到你们认识吗 心理咨询快开始了 语庆你先出去一下吧 这故意插开话题的模样 白语庆之前是那种关系吗 为什么不回答我 被我猜中呢 我告诉你能有助于我了解你的情况吗 听见医生这样问 秀琳想也没想就点了点头 而外面等人的白语庆正忙着质问 推荐自己过来的医生朋友 这些男友遇前男友的秀罗长 也是被他碰上了 不是我说 你是不是故意整我呢 做完心理咨询的秀琳 显然更加郁闷了 和他回来学习 却更加的刻苦了 因为那人和自己说 白语庆喜欢高学历的 老师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 就是学到什么程度才算高学历 在我们国家考上Sky就可以了 秀琳是有这方面的打算了吗 你放心 老师会竭尽全力帮你的 老师相信你一定可以实现这个目标的 听见老师这样说 秀琳都有些害羞了 而这一幕恰巧 被路过的白语庆给撞见了 这男人之前嫌弃老婆学历低 硬要找男大来替秀琳补习 没想到这一补就补出了一个情敌 他甚至半夜都会被噩梦吓醒 就因为梦见了老婆和情敌亲热的场景 还不等他庆幸这一切都只是梦境 现实就又给了他一技冲击 他看见那人搭在秀琳肩膀的手臂 整个人的眉头就开始皱起 而旁边的女佣偏偏还要在此时 来一句他俩站一起就像艺术品 这可直接点燃了徐与庆的火气 他们平时补课就是这样补的是吗 不是的代表 秀琳今天的学习任务已经提前完成了 话音刚落 一片落叶就飘到了秀琳头顶 男大健壮刚准备用手将其拿去 而另一只手却抢先了一步 时间不早了秀琳代表叫你去用餐 秀琳看见白宇庆整个人都透着开心 他刚准备说点什么 却被这人强硬地拉着去沐浴了 可能是因为昨天和老师一起用手机拍照的原因 秀琳第二日便缠着白宇庆买手机 而听到这请求的白宇庆则直接说到不行 为什么 现在谁还没有手机啊 这不就有一个小鬼没用 到底为什么啊 难道炮会报警 你脑子倒是清楚得很啊 不过这倒也是 我都说了不会的 你怎么不相信我啊 手机你就别想了 座机倒是可以给你按一个啊 助理在吃早餐时明显察觉到的气氛有些不对劲 小声地问到白宇庆秀琳这是怎么了 没怎么 弹着我买手机了 手机又不贵 你就给他买一个 而且他最近表现都很乖 学习也进步很快 那就等他把学习成果实实在在摆到我面前再说吧 秀琳将近期的试卷放到了白宇庆面前 毫不例外 他获得了人生第一部手机 白宇庆这人果然就是刀子嘴 豆腐心 代表先说好 我不会替你安装窃听软件的 说什么了 我是那种人吗 记得在他手机上存上我的号码 老师我买手机了 可以给我你的电话吗 听见这话 南大迅速地在秀琳手机上存下了自己的号码 还心急地当场给自己的手机打了一个电话 看来白宇庆这次的情敌不简单 秀琳这个送给你 我觉得他一定很适合你 南大一说完 便手动解下了秀琳的领带 替他戴上了自己送的蓝色蝴蝶结 尽管我们小宝贝心里其实并不喜欢 可他面上却没有表现出一点 半夜白宇庆下班回来 就看见了趴在书桌上睡着的秀琳 他一把捞起 直接将人带入了自己怀里 这么晚了 干嘛要偷摸着学习 你成绩已经很不错了 不用这么努力 听见这话秀琳迷迷糊糊糊地说到不行 明天还有考试呢 白宇庆见秀琳睡着 偷摸着拿起了他的手机 又悄悄地将自己的电话存了进去 一看备注 还给自己加了的小爱心 等做完这一切 他才心满意足地离开了 你小子又是撒娇又是装醉的到底想干嘛 原来是想让老婆同意自己留宿 死庄哥打起直球来 还真是让人招架不住 至于他为什么突然转性了 我只能说这都是被秦迪给刺激的 代表您过来怎么不提前通知一声 秀琳呢 我过来和他吃个午饭 小少爷去温室了 说中午吃老师给他带的汉堡 白宇庆一听到老师二字脸色立马就变了 他先是转身交代管家 让保镖将人护好 随后又带着些郁闷地说到不管他了 吃完饭的白宇庆如往常一样坐着大奔去公司 课车才刚开到前院 便看见了秀琳的补习老师 老师我记得你的课是下午吧 这么早过来是有什么事吗 是因为秀琳昨天考得不错 作为奖励我们今天在课前会看一部电影 是吗 秀琳现在的成绩还多亏了老师呢 不过嘛 还请老师明确自己的职责 不该操心的事情就别管了 蓝大哪里听不出对方的阴阳怪气 咬着牙说道 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不可以 所以别问了 除了和秀琳成绩有关以外 其余就不要说了 夜日下南大看着扬长而去的汽车背影 脸上立马就露出了宗宁的表情 夜晚秀琳送完补课老师刚进家 一双大手却突然从背后握住了他 你干嘛呢 吓我一跳 去哪了 这么晚才回来 没去哪 就是去送了一下老师 不过 你是不是喝酒了呀 味道太大了 很大吗 明明我只喝了几口 你还是赶紧去洗洗睡吧 秀琳和她说完 便也准备回房间洗漱休息 可一回头却发现白语庆正直勾勾地盯着自己 你不回自己房间 留在这干嘛 不想回去 让我在这住一晚 一听这话秀琳那时露出了满脸的不可置信 而白语庆却又在此时乘胜追击 要贴贴吗 你最喜欢贴贴了 谁喜欢了 大叔还是赶紧回去吧 这是什么 之前怎么没见你带过 这是老师送给我的 说是作为成绩进步的奖励 一听这话白语庆抓着领带的手突然发紧 下一秒就直接给这玩意薅了下去 这个不适合你 以后别带了 别和我说话 你这个坏人 秀琳才刚吼完 白语庆就直直栽进了他的怀里 还厚着脸皮说到今天 我就要住在这里 好歹你也是个公司老总 怎么吃起醋来这么失控 把我们小宝贝惹生气后又不去哄 还说什么他已经不是小朋友了 应该没必要吧 要是你知道秦笔在背后做了什么 恐怕就说不出口了 崔市长 你能不能给我一耳光 我感觉自己真的太不是个东西了 我们崔市长表示 你的要求我完全能满足 但有本事 你别收回命令啊 代表 白虎集团退出竞标后 我们很可能中标 先盯着吧 他们不可能只眼巴巴看着他 最近秀琳学习进步得很快 你干嘛又和他闹别扭了 学习学习天天学习 他脑子现在已经装不下其他东西了 对此小编表示 当初嫌弃秀琳学历低的到底是谁啊 现在怎么又因为人家注意力 不在自己身上而破大房啊 如今好了 你不哄的人有人要哄吗 尽管这一切都是在白语卿默许之下的 毕竟上次把人欺负的太凡了想弥补一下 那个补习老师多大了 整天嘻嘻哈哈的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三十了 那比我想象中的还大 怎么一点也不稳重 代表恕我直言 他好像比您小点 您是不想让他们靠这么近吗 没有 让保镖在暗处好好盯着 第二日一早白语卿就急忙前往一个新闻发布会 可正当他拿着公文包要出门时 一只手却突然将他平衡住 看我们小宝贝这眼神就知道是来抱着头 有什么事回来再说吧 我时间来不及 可我们秀琳要的不就是这个 他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只不过我们小宝贝实在是低估了白语卿不要脸的程度 这可真可谓是偷鸡不成十八米 夜晚秀琳再次找到了黑心肝白语卿 因为他想和南大完成一起出去玩的约定 不行 如果像上次那样出了意外怎么办 不会的 我会小心点的 你让我去吧 为什么不行 为什么每次你都拒绝我 那当然是因为危险啊 之前的事你都忘了 我会和保镖哥哥们离近一点的 好不好吗 我请问撒娇的老婆谁抵的座啊 如果你通过资格考试 我就考虑一下你的提议 好你个衣冠禽兽啊 装得还人母狗样的 亏我们小宝贝 还将你当人生导师呢 瞧瞧给我们白语卿都担心成什么样子了 幸好他有仙剑之名给秀林安装了定位跟踪器 要不然我们小宝贝可要被欺负惨了 白语卿看见屋内的场景 那叫一个生气 他用力地将那人渣推开以后 又迅速地将外套给我们小宝贝披上 看见受伤的秀林 白语卿直接气得清惊暴起 可偏偏那人渣还要在那儿逼逼赖赖的不停 我们白语卿只好让他见识一下男人的事 只不过还不等他出手我们小宝贝就冲了过去 你个坏蛋 怎么能这样对我 我明明一直那么相信你 看见这样的秀林 白语卿忍不住在旁边叹气 自己应该早点把那人渣给赶走的 我想着以后不再找他补课了 才答应他出去的 宝宝今天的事不是你的错 是那个垃圾的问题 你别管我了 都是我自以为是 这世界上没有人会无缘无故地对我好的 宝宝怎么又扯到自己身上了 做错事的是他 秀林看着眼前温柔体贴安慰自己的白语卿 甚至在想他会不会也像那个老师一样也有用心 白语卿对不起 我应该听你的话了 我家宝贝真棒 这时候还知道反思自己 那你下次出去玩一定要在七点前回家 知道了吗 我的小可怜 什么嘴唇也受伤了 别说了 你出去吧 我要睡觉了 白语卿看着转过深色色发抖的秀林 立马拉起了我们小宝贝的 我要是惹你不高兴了 你打我骂我都可以的呀 干嘛要一个人抱着阿贝贝在这生怒气 宝贝其实我比你小宝贝还要更加了解 你喜欢什么 讨厌什么 我都一清二楚 不得不说白语卿你哄老婆还真是有名号 看见老婆不见了才总算知道着急了 那你之前干嘛要留小宝贝一个人在家呢 你小子也给我等着追击火葬场吧 事情的起因还得从一通电话说起 那时他俩还向刚热恋的小情侣如胶似漆 只见白语卿接完电话 就着急忙慌的走了出去 将他老婆一个人留在了家里 直到第二我们秀玲才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原来是有人故意在网上抹黑语卿的公司和人品 这也直接导致了白试股价的降低 看到新闻报道的秀玲感到十分担心 他不想因为这些风言风语毁了男友的心血 半夜忙得焦头烂额的白语卿总算回到了家里 而秀玲一看见他就屁颠屁颠的走了过去 语卿 我今晚上可以住在你这里吗 抱歉我今天太累了 你还是回去吧 被拒绝的秀玲有些无措的蹲在原地 眼泪也像不值钱似的一直往下滴 他想不明白在这个时候 语卿为什么要推开自己 代表您今天有看见秀玲吗 我们将整个庭院翻遍了也没找到他 先别急 我打个电话过去问问 白语卿跟着秀玲的手机铃声来到了房间里 可开门一看却只发现了一个手机和一封信 而等他看完信件的内容后 才总算没了之前的淡定 感谢观看